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痕 一宗本地个案 是尖东帝院酒店员工的密切接触者 其余14宗是输入 政府研究强制有病征的人检测 多个医学团体和食卫局会面 引述局方计划要私家医生 上报拿样本罪的病人名单 医学会侧疑 会破坏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由潘耀星报道 现在私家诊所可以向病人提供心喉退疫 杨本罪有病人自行交回去卫生署的收集点 不过部分有病征的人求诊之后 没有做检测之后确诊 医学会和食卫局会面 引述局方计划透过599章 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 立法强制有病征的人要做检测 据了解会上大部分医学团体都反对立法强制检测 有出席会面就会提到 的醫學團體也擔心會令病人不敢看醫生 但這些都可能他作為優惠 他說局方未有推出強制檢測時間表 亦都未有透露罰則 相信仍然有法律問題要釐清 包括醫生有沒有法律責任等 《友善電視》記者潘耀昇報導